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别说天使了 随便一位兵鹅谷长老 都已经一致没死的 给我撑住 终于扛不住了吗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不跑 快 屏 屏 屏和谷竟然输了 多此一人干翻三大斗宗 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 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他能够救我叶家 此子果然非常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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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杀了我 魂殿必让你强生不得 强死我 你 痛苦 相比老师在魂殿所受之口 这恐怕不及其万分之一 岂便是让你荒飞魄散 也难以抚慰老师之痛 当年 你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结局 我后悔啊 我当年没有事先将你一巴掌被死 让你成长到现在这种车铺 没想到 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眼了 但可惜 此次我冰河谷 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 萧嫣 你先去歇歇 此人交给我 我 学习 真当我魂殿的人 是可以随意勤拿的 我 魂殿斗尊 此人实力 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 情况不妙啊 哼 原来是青海尊者 没想到此次 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给惊动出来了 天生子 别来无恙了 本尊正好待人在执行任务 且到紧急传信便好心赶不过了 青海尊者 快出手 将硝烟请下 他是殿中殖民要请住的人 你便是那个硝烟 被我魂殿盯上 竟还敢如此招用 将那家伙放出来 你也跟本尊回魂殿走一趟了 哼 滚开 哼 青海尊者 你安心秦南那小子 此人是硝烟的同党 不过 就给老夫便好 你跑不掉了 像你老师一样 乖乖被求情于红日殿 即便是死 也满电背 萧炎 胜负未定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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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了 你别死 小姐 已经打探到校园少爷的消息了 他在哪儿 萧嫣少爷此刻在夜城 不过 为了救志友得罪了冰河谷 但想必冰河谷不会善罢甘休 另外 魂殿最近在丹塔活动颇为平凡 以他们与萧嫣少爷的仇怨 恐怕 灵狼 元狼 带我先行前往夜城 是 小姐 小岩哥哥 有勋儿在 谁敢动你 我便杀谁 阳火古坛 是我叶家的奇异之地 白日阳光会在那里凝聚 而古坛底深处 则会有着一些地心火苗飘出 将阳光能量点燃化为阳火 阳火 不过可惜 如今不知什么原因 很少会有地心火苗出来 到了 前面便是阳火古坛 萧嫣先生 请自便 果然是最炽热纯正的天地能量 看来没找错地方 天火前辈 麻烦您和地妖狗一起为我和小伊先护法 不要让任何人惊扰到我们 交给我等便是 有没有感觉天火前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可能是因为长相的缘故吧 天蛇 谷主派你去捉拿那恶难毒体 如今却只有你一人回来了 这便是你给谷主的交代 谷主 天爽长老 此事非属下之故 那些人中有着一名斗尊强者 斗尊 几星 应该只是一星斗尊 可看其空间操控的能力 可有那群人的去向 属下不知 谷主饶命啊 谷主饶命啊 谷主 出来 兵尊者 果然名不虚传哪 魂殿 还真是稀客啊 那群人的去处我知道 其中一个人是我魂殿的目标 或许我们可以联手一次 兵尊者 意下如何 可不得 恶难独体归我 其余人随你们处置 哈哈哈哈哈哈 不愧是兵尊者 爽快 哈哈 哈哈哈哈 待会儿 我会将恶难毒体彻底引出来 然后将你体内的毒气逼至一处 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一定要坚持住 尽管来吧 我相信你 啊 啊 你 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步骤 不愧是菩提化底线 果然有奇效 小医先 运转斗气 压缩毒气 形成毒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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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好 得加快对菩提化底线的淬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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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先 坚持住 小医先 你 我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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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了这阳祸古弹 真是智阳之刚的宝地 这是 菩提子 没想到菩提化体贤经过一火断烧 竟能形成菩提子 这可是能够感应到菩提心的好东西 这里面的火属性能量 倒是极为浑厚 怎么会不再冒出地心火苗 这是地心珠 地心珠 乃是由大地深处的精华能量 经过无数岁月 方才凝聚而成的一种能量珠体 再练制一些八品甚至九品弹药时 便是会用到 八品甚至九品的材料 太夸张了吧老师 你该不会是在吹牛吧 臭小子 怎么说话呢 难怪不会有地心火苗窜出 原来是被地心珠给吸收了 事实能否取出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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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都是冰河谷的人 他们来夜城做什么 他们朝着夜家方向飞去 莫非 地心珠 跟吞噬一火比 这点疼痛 还是熏了一招 给我出来 莫非地心珠 一直吸收地心火苗 如今与阳光能量接触 便能直接跑为阳火的源头 这次可真是一件宝贝了 夜家 夜家 交出恶难毒女 否则今日 夜家灭了 天双子 天蛇 这两位冰河谷的长老 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夜家 什么恶难毒女 我们夜家 什么时候结束了恶难毒女啊 那个恶难毒女 是不是与硝烟先生同行的那名女子 对 我夜家并不知道 此女便是冰河谷要找的人呢 这可如何是好啊 有什么好慌的 又没让你夜家 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夜宠长老放心吧 他们是因为我等而来 并不会牵扯你夜家 天火前辈 许我会会这冰河谷如何 自无不可 想必这位朋友 便是击败我们天蛇长老之人吧 同为斗尊强者 还不知道阁下的名讳 天火 原来是天火尊者 今日之事 乃是我冰河谷 与恶难毒女之间的恩怨 若是老夫请你不要插手 你是否会答应 哼哼 你觉得呢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罢了 只要抓住你们两个 倒也不怕那恶难毒女不现身 那小子交给你 别再出岔子 不然谷主可不会再轻饶你 哼哼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 这次谁能再救你 哈哈哈哈 天蛇长老 此人便是我魂殿的目标 把他交给我吧 魂殿 小眼 小眼 还记得本护法吗 吴护法 不错的沙医 比当年无能狂怒好上不少了 你该死 吴护法 这傀儡 交给老夫兵士 你时隔多年 原来你还是个只知道 借出外来力量的废物吧 对付你 我一人堆 无子量力 老夫林药臣都能牵拿 可何况你这尚不成细的弟子 你去 区区二星斗宗也敢和本护法交锋 当真是找死 这 大 第二 您 让您 Glad 嘉 和嘉 swords 当真是笑话 是吗 天火三玄变 第一变 青莲变 这 这是 分岩谷的天火三玄变 无护法 不要大意 这秘法若是施斩三变 至少能够提升近三星的实力 提升三星而已 乃逃不出本护法的手心 天火三玄变 第二变 无一变 这小爷 居然身怀两种一祸 这恐怖的增幅已不可小觑 好在 你这小子的能力 应该还达不到三变的层次 那还好 本护法还是拿着假的 这 这不可能 这 你 一半钟一火 这怎么可能 天火三宣遍 第三遍 安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